在拆除的前夕 到这里来抢购或是缅怀的人潮还是依旧 而至于住户们则呈现出是不同的景象 每天首当其中 要先为拆除的中栋住户 无论住家跟商家则都已经是 已经是显得冷清冷 至于其他另外的气动 比较慢拆除的住户 由于还有时间的筹码 所以打算是明天还要继续的开张营业 采取观望态度 而也许是因为几天的折冲下来 大家已经接受了现实 一直今天没有听到任何人 有发起组织性的抗争动作 就这点来看 明天的拆除行动 渴望比较顺利的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